早前,黄宗泽、陈自尧、王浩信被周刊偷拍到在家中赤裸及亲热的照片 今日下午,三人携乐毅玲到个人资料隐私专员公署递交投诉申请书及落口供 乐小姐一表示,专员已经正式接纳投诉及展开调查 三位受害人均表示并非要索取赔偿 而是希望透过这次的行动将不公平的事件和意见向专员表达 亦希望新闻自由与隐私方面得到平衡 乐小姐最后表示,公司的法律部已发出律师信给发放照片的周刊 要求他们尽快交出所有照片 是的,我们公司已经在事发之后,第二天立刻出了个声明 我们公司的法律部也都已经出了信给两个周刊 希望他们尽快将他们拍照的东西交出来 今次我们三位艺人同事是真是为了他们自己 为了艺人的权益真是来这里定性息息去投诉 隐私专员在会面中解释艺人的权益及解决事件可行的方法 黄松则认为,这次事件的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 以希望能尽快解决这次事件和促请政府立法 而王浩信则希望能捍卫艺人在家中或私人情况下应有的权利 我们觉得自己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其实是一种很小事 对于大家来说 刚才Vincent都说了 其实是希望大家会正视到这个问题 真是在全民和爱人的私人 或者不要说一个爱人 其实坦白说我们都一个事人 在这个私人和传媒的采访之下 如何去作出这种理解 这些是我们最想见到的事情 因为我们都很明白 作为记者朋友 陪戴他们有他们的新闻采访的自由 但我们都很希望捍卫我们艺人在家中 或者一些更私人的情况下的一些私人的权益